嬌咽欲滴的草莓蘋果 看起來可口的餅乾 甚至是海鮮水產 即使來自承受核災的福島五線市 也可以有條件進口 衛福部食藥署二十一號正式公告 調整對日本食品的管制措施 由禁止特定地區改為禁止特定品項 福島 磁城 栗木 群馬 千葉 五個縣市 水產 茶類 水果 乳製品等 有條件開放 但部分地區的野生鳥獸肉 菇類 鹿油菜仍然禁止 只不過考量到消費者觀感 業者不一定會進口 就怕民眾不安 把關流程是關鍵 食品進口由貿易商或進口商 準備相關文件 關務署負責通關 放行 是否可以進口 由主管機關認定許可 貨櫃進到臺灣後 主管機關就品項進行查驗 在扶食進口這關 食藥署就會查驗 沒有驗出問題 關務署就能放行 來自福島五縣市的食品 更會採取竹皮檢驗 加強把關 還要附上雙證 也就是輻射證明 產地證明 預估每年檢驗輻射件數 會多出八千件 衛福部表示已經準備好 檢驗量能絕對會夠 落實把關承諾更不會挑票 今新聞 劉組為 蔡林彥 採訪報導